连续连不到我的电脑 所以其实我大概就放弃简报的部分 直接进入QA 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 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那如果没有手机 只有电脑的话 那也可以手动到这个网站 slido.com 然后输入00522 那仅后不用输入 那如果是 手机LINE加朋友的 那个扫QR Code的界面 就应该可以扫得到了 那如果扫不到 在就是跟左林右舍 就是问一下或者是你有问题 帮忙就是扫上去 那当然也很欢迎大家 随时举手发问 不过就那些朋友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 有扫到了 那你上去之后 可以打个招呼 可以留言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匿名的平台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留言 委员不好意思 我把他们的手机全收了 是吗 对 我现在请那个 我们的工作人 把它发现 那你们可以麻烦 对这样是数位互动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 其实我们教剧的一部分了 那就是说我们在上课的过程里面 当然如果你滑手机 就是按赞啊留言 跟教的内容无关的话 那当然是会影响到 就是其他学生的学习 但是因为我的教学 一向都是把各位的手机 征收过来 然后各位也可以留言 但是留言就会跑到这上面 也可以按赞 按赞就是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然后按赞的数量高的就会冒到上面去 所以其实是把各位的手机当作这个教室的一个延伸的这样子一个使用方式 因为我们其实 好感谢 其实大家手机都很有特色 看到每个手机壳颜色都不一样 非常棒 好 对 那所以在那个就是老师们帮忙把教具发下去的这段过程里面 我先稍微开场一下好了 那就像刚刚在介绍的时候说的一样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行政院里面帮助各个不同部会的朋友们去 界定一些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物 好比像说我刚进院里 我记得2016年10月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案子叫做电子禁忌 那在场的朋友可能不需要我特别解释什么是电子禁忌 应该不用吧 OK好 那电竞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活动 那他在教育部的角度来看 不想要承认他是一种体育 因为教育部有上体育课嘛 那如果体育课大家都打电竞的话 那就是对于国民的健康似乎没有帮助 所以教育部一向的主张就是说这是一种文化活动 文化可能记忆表演跟扯铃啊什么是类似的东西 那文化部就说我们鼓励的是传统的文化了 那亲戚书画啊什么东西 那电竞没有那个2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 所以很难当作文化部要就是重点鼓励的一种文化 那这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因为毕竟电竞也是一种人体行业嘛 那经济部的同仁一向 就是在我入阁前已经长达10年 都说就是其实电竞选手是有点像打篮球球员嘛 那我们管的是篮筐啦或者是我们管的是那个球场 我们是绝对没有在管球员 经济部没有管到就是表演者或者是运动员 所以这应该要是体育署的事情 所以这三个部会这个已经就是互相觉得 这件事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已经长达了这个10年以上的历史 那所以当我进来之后 就面临到很多电竞选手跟我澄清说 如果大家就是理解到说 现在电竞有很多大型的赛事 他们连接场地都有问题 签证也有问题 然后像就是替代仪啊等等 更不用想专班什么都不用想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但他们就觉得说是一些好像被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我们当时就运用一个社会创新的方法 来解决这样子一种就是散步管替代的问题 这也是回答这位朋友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向前称为谈谈 为什么台湾需要社会创新 那怎么啦 OK 那社会创新简单来讲就是 众人知识众人主持 我们现在有一个众人知识 就是电竞选手到底要怎么融入 社会我们的教育等等 那众人主持就是大家都可以处理 大家都可以处处理 所以我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在行政院里面 我工作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所召开的任何会议 只要我当主席 那所有的竹字竹句的这个讨论记录 都必须要对外公开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 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朋友 看到了我们电竞的选手的这些意见之后 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留言 那所以呢 我刚刚讲这些不会立场出现之后呢 我就把它po出来 那这个竹字稿呢 就po在好比像说阿哈姆特 好比像说Mobile01 好比像说PTT 好比像说这些大家常常去的这些论坛 那这些论坛的朋友呢 一开始当然 大家会就是胡乱的流一些言 然后可能对讨论品质也没有帮助 但是大概到第五则留言 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专业的意见 就叫做专业的五楼 那我的工作呢就是 为什么它那么专业 就是因为 前四楼大概都是没有看过就回了啦 那到第五个 它是第一个能够完整的看完 然后回应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五楼就是非常的专业 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整个就是电竞的政策 就是制定的历史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说 从我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到现在 我一共开过这个1290场的会议 或者是会面 那有跟5362人 一共讲过266,042句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整个就是 差不多像电竞 一开始就会有这个电竞的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记者会嘛 然后新加坡代表处跟Garena Garena也是一个电竞相关的一个厂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很多这种联系会议 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立场 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 就是主席的财势或记录而已 你可以看到里面他们所有的论点 然后教育部的论点 文化部的论点 等等这些论点 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非常有意思 你就会看到我不断地去 引用 这个 像什么PTT的八卦版上面 有一位网友叫做Peter Jackson 开玩笑说 这个未来 学生抗议打电竞压力太大 需要念书书呀 然后 就是说 这是在讲说 就是文化主流化的一个现象 就是 大家觉得说 以前打撞球是违法的时候 或者是不鼓励的时候 打撞球好像很酷 但是后来打撞球变成一个逐流运动了 忽然之间就没有那么叛逆 或者反社会的情况了 那只是一个文化上面的论点 刚刚那个QR Code 如果没有扫到的朋友 还可以继续扫啊 对 那所以呢 大家就想出很多的讲法 和比上说 有一位网路上的朋友 好像也是在PTT 就说 他主张说围棋 现在是一种电竞 因为围棋都是在网路上面下的 现在 然后国手的杨成 也大概都是在网路上面下 而且电脑下的 还比人好了 那因为那时候 AlphaGo已经出来了 所以 我就拿这样子的论点 去问文化部的同仁 文化部同仁也同意 围棋是一种电竞 那文化部是有 围棋的替代仪的 也有围棋专班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那所以我就说 因为我要求的也不多 其实就是电竞 就是围棋选手有的 电竞选手也要有啊等等 所以 我们经过的非常多轮这种讨论 大概三四轮的讨论 每一次都是把 行政院这边部会讨论的过程 透过组织机会的方法 分享到网路论坛 然后在网路论坛里面 那些专业的五楼 那有些是比较情绪 我们把惊叹号都拿掉 之后再带回行政院里面的会议里面 这样来到往几次之后呢 行政院朋友就发现 网路上的朋友很专业 而且讲出来的话都非常有重点 那网路上的朋友也发现说 行政院朋友也真的想要解决问题 所以这样子大概三四次会议之后 电竞的定位就非常的清楚 而且也现在就是一种合法的 一种智力运动 它虽然不是体育 但是是一种运动呢 它的选手就是运动选手 享有跟运动选手相同的一个待遇 那这是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 这里的point就是说 社会创新 如果是社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状况 而我们的治理的环境 或者我们的法规 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 我们不妨就抛弃掉 我们的面子问题 然后直接去问社会说 那怎么样子做 可以会更好 那这样子的话 社会上面的这个意见 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 我们的行政体系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前面加上数位呢 是因为我们刚刚这所有的这些记录 包含我现在的演讲 其实都是用数位的方式记录下来 然后放在网络上 所以任何人看到之后 他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可以直接来找我 那他要怎么找我呢 他就直接走到我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在仁爱路三端99号 然后它是一个公园 本来是那个空军的总部 但是现在他就是我们把墙都拆掉 你可以直接从仁爱路 从住手道路的巷子 直接走进来 那走进来之后呢 你就发现说 我每个礼拜三从早上到晚上都在这边 而且每天早上 其实因为我住的地方 你基本走路10分钟左右 我就会直接走到这边 早上就在这边开始上班 所以觉得非常容易捕捉到 这个野生的唐风 那所以我在这边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事先约我的时间 跟我聊个40分钟 我唯一要求的对价 不是付钱 因为你已经交过税了 唯一一下就是说 我们讨论的记录 必须要公开在网络上 其他人也可以参考 那所以很多人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就会跑来找我 那跑来找我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沙盒 好像玩沙的一个沙坑一样 让他们可以来试 这样子新的概念 好比像说有一些朋友 他开发了这种自驾车 可是这种自驾车 它是三轮车 而且跑不快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给这些朋友 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的场域 让这些自驾车 可以在时速非常慢 撞到人都不会怎么样 的情况下 跟整个社会 一起来讨论说 那我们要自驾车 要来做什么用 那他就会跟附近的 建国花式的 可能去买花 然后手上有很多 这个盆栽啊等等 的朋友们走过来 就会说 这个整个就像购物车吗 他不是应该拿来载人啊 他应该是拿来 就是很慢的 跟着我载 我一路买花 然后买了之后 就可以放进去 他满了的话 可以后退一步 然后组成一个车队 然后再来一个无人车 所以我到最后 就是从头到尾 都不用提很重的东西 然后我最后就把 买到的花 这个放到车子里面去 那像这样子的解决方案 其实不是这个团队 本来想到 这是整个社会 透过公开的参与 一起想到的 但是呢 当社会想到这个的时候 这个的设计 就必须要改啊 就是说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 社会的常规 就是这些技术 怎么样子能够帮到人 然后经过市场的验证 就是说 大家实际上觉得说 这件事情是我会愿意 可能花一些钱去租的 等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改变 我们的这个 就是软体跟技术 去符合大家的需要 那最后 我们再建立法规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要怎么样子来一起管理 这样子的一些科技 所以在大家提出需求之后 这个车子就有一个大改造 因为它的 阴体跟软体都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去改 有点像抽换乐高一样 所以旁边北科大的朋友们 就把它改成 从一个眼睛变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还会转向 让别人知道说 它现在跟着谁走路 然后它还看得懂 人的表情啊 手势啊等等 那这些所累积出来的 开放的数据 就变成我们来判断 说一辆车子 到底怎么样才合乎 社会常规的一个根据 那有了这个根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 所谓的开放长运居设置 所以在应该是下个月吧 在新一路的那个公车专用道上面 就会开始有无人的公车 然后运用我们这边 所累积出来的这个经验跟技术 先是完全没有人 就是不载客的在捷运 关门之后 这个开始在路上开来开去 那开来开去 等到它累积更多跟人 互动的经验之后 就会开始载客来解决 在捷运下班之后 还需要达成公共运输的 这可能一辆车的载量 也不会很大 可能30个人左右 但是总之就是可以 很动态地去满足 就是各地的需求 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一开始 就让它用时速100公里 在路上狂飙 那如果发生了意外的话呢 其实整个社会 就会感到非常的 抗拒或恐惧 然后这个技术 就不可能引入了 但是就是因为一开始 就像我们处理电竞案一样 是把所有的厉害关系人 都找来 在一个相对风险小的情况下 先去讨论说 它能够接受的边界 所以这样子这个技术 融入社会的时候 是技术去配合社会 而不是社会去配合技术 好我想大部分朋友 都拿到交据了 那这次提醒大家 可以按赞 就是你按的赞的数量越高 那这个问题又会浮到上面 所以你如果新留言 它会跑到底下 但是你只要找 你的旁边的朋友 帮你按赞 那你的问题就会往上浮 那我会优先处理 就是赞的数量比较高的问题 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社会创新 好所以刚才大概的回答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断有新的技术 那我们如果不采用 社会创新的方法 一昧的去追求 产业的创新的话 那很可能造成 产业的经济发展 跟我们大家 所想要过的这个环境 可能是有开始有落差 或者是科学的创新 开始跟社会的公平性 开始有落差 那这样子就会产生出 互相抵消的一些力量 但是如果从一开始 就邀请对社会环境经济 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的话 那大家就不会有误解 那不会有误解的话 就连教育部都会觉得说 你只要不要把它叫体育 我就没有意见 那我就可以接受电竞选手 也是我们需要鼓励的运动选手 那有三位朋友们想问说 在哪一个网站 可以看到我们讨论内容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的网站叫做 pdis.tw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dis.tw 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那进了pdis之后 它有两个语言的版本 那当然有些演讲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开放征服的部分 社会创新的部分 跟青年事务的部分 这是我的三个主要的业务 那如果你对 好比像说 我们刚刚讲的 社会创新有兴趣 那你只要按社会创新 就会进入我们 社会创新的一个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 好比像说 如果你对我们的 就是在地的 社会创新组织有兴趣 那你只要按看现况 就会看到一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呢 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会用 联合国的17个 用需发展目标 其实大家都同意到 2030年以前 全人类应该要 专注处理的17个题目 然后呢去看说 大家最关心的是 哪些题目 那好比像说 这个新北市 他可能关心的是 就是 循环经济啊 国际的城市外交啊 和平正义啊等等 那他这个地区里面 又有各种不同的组织 好比像有些社会企业 关心的是 良好工作 充分就业 永续的能源 洁净的水资源 等等的这些题目 那每个题目 他又会再连到 各种各样不同的 这个生态戏区 所以大概就是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找到一些 这个志同道合的 一些朋友 那刚才讲的 像电竞案啊等等 是放在开放政府这边 所以你按开放政府 就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所有 处理过的这些讨论的议题 甚至包含 我们之前开过的 每一场的会议 那这些会议 就是好像一个资料夹一样 会放在这边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最近在处业 是好比知道 校外人是进入校园 教学的这个案子 或者什么这个 终止深入重量比赛 的这个案子 或者是台铁要不要 专门加一个宠物车厢 登山为什么要点 四个不同的系统 这个兽医 为什么不能够去 开一些人用 要让动物去使用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 这个社会相当关注的 一些议题 好比像说这个 开放鱼港钓鱼 并且全面新建钓鱼平台 这是目前向海直径的 这个题目之一 那也是有非常多的 就是业余的钓鱼者 跟专业的捕鱼者 中间的一些讨论 那这些讨论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不但有 就是一开始的 连书提案 跟刚刚讲的 这个主资记录的网站 可以点进去 事实上还包含 我们整理出来的 新制图 简报 甚至是专门的 这个部落格 就是会有 这个整个讨论的记录 等等 怎么样不影响 渔民的作业 等等 都会放在我们开放政府的 这个专门的网站上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也欢迎就是 看了 然后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随时都告诉我 那有三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刚刚提到一些例子 大概就是一起来解决 新兴的科技的进入 或者它造成的一些 社会环境的冲击 那这位朋友想问说 如果是在游戏 特别是独立游戏 那我的经验 是有哪些形式的 社会创新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其实觉得 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的散发 社会创新的概念的一个方法 我自己就有翻译相当多的游戏 有一个叫做 Nikki Case的朋友 那她是 我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有做很多的游戏 那这些游戏里面 有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 好比像说 有一个叫做 新人的演化 这个稍微有点回收 没关系 好 像新人的演化 那或者是像 最近我也有翻译 另外一个就是 叫做 跟焦虑一起冒险 等等 然后之前 还有一个叫 是图文不符翻译的 叫做 出柜那间小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别让图形不开心 那这些都是 很有意思的 科普的 就是游戏 那这些大概都是 独立游戏 那她 好比像新人的演化 她就是在告诉你说 为什么朋友会变成敌人 在和平年代也不例外 为什么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在战争的时代也会发生 人跟人之间信任 是这么产生的 那所以她就是用一个 叫做囚犯两难的 这个在教科书上 看起来很难理解 但是事实上是 很容易去模拟 就是说 左边是你 右边是别人 如果双方都丢一块钱进去 那么对方 都会得到三块钱 那 但是如果你不丢一块钱进去 对方就什么都拿不到 所以你可以合作 就是你放一块钱进去 或你可以欺骗 就是你什么都不放这样 假设你选合作 那所以 这个 这个就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payoff 那所以 接下来就是开始 多轮的这个合作 就是第一个选择 假设我选合作 之类 然后接下来 她就会开始 换各种不同的性格的人 然后慢慢就会学到说 就是 要怎么样子去评估 对方的信用 然后 要怎么样子去 就是透过你 就是欺骗跟合作的过程 去展示出你的善意 或者是你不是好欺负的等等 那她就会换很多不同的帽子的人进来 然后 每个帽子会有各种不同的策略等等 那所以你就是在游戏的过程里面 大概就可以开始学到说 就是怎么样子 克服好比较好沟通的一些 误会的问题 怎么样不同的性格的朋友们 在这样子一个模拟的实验场里面 会怎么样 那到最后就是 有一些优势的策略就会出现 基本上就是说 一开始也许相信别人 但是别人就是叫做这个 Tit for Tat 就是叫模仿猫 她怎么样 上一轮怎么对你 这一轮就怎么样对她等等 那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社会模拟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点像是心理 心智科学的普及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教这个 怎么样去克服内心的焦虑 但是呢 她做法是 这个人 这个身上有一只 就是象征她的焦虑的一只狼 然后呢 你要扮演焦虑 所以等于你扮演那只狼 这样 然后所以 她就是让你从焦虑的观点 来看这样子一个人 然后呢 你就要 想办法保护这个人 对 然后那就是你对于 各种各样不同的 危险焦虑 所以就说 实际上 这个三明治灾人 她处于危险中 刚快警告她 人类听众碰到危险了 危险事 然后 我们又在一个人吃午餐 我们吃东西不能产生价值 白面包对我们有害 等等 所以 你慢慢就会开始 从这个 就是你的焦虑的观点 来看事情 好比像说 假设有人说这个 我们吃东西不能产生价值 赶快掏出电脑干点证事 如果我们没有再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就是社会的极生虫 之类之类 然后这个就是诉诸于道德的焦虑 效果非常显著 然后人类的血量就开始扣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不想看书 或者是听讲课 你很难去设身处理 用焦虑的角度 去看人类的这个世界 但是因为 透过这样子的关系 你会发现说 焦虑它其实只是想要帮助你的一只狼而已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可能会就是做得比较过分 但是其实是可以寻化它的 等等 这好像也是贵效的其中一个科系 但是anyway 就是说 他在讲的就是要怎么样子 透过独立游戏的方法 把社会上面 有一些专家 想要大家知道的事情 像刚刚分别是博弈论 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包含机制设计 那个是刚刚求犯两难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是心理学的部分 那他做出了一个名号之后 事实上就有非常多的朋友们 找他一起工作 比方说他最近推出的这个立作 就是 这个 COVID-19 就是 诶 竟然已经有中文翻译了 竟然没有等我翻 好吧 那我们已经有人 也没办法翻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 好像今天才翻出来的 所以他就是开始教你说 为什么流行病会流行 然后一开始这个指数成长 到底是怎么样做 虽然看起来 就是一开始没有几个人 但是指数成长一个特色 就是他会 长得非常快 对 好 那 但是呢 事实上 这个 就是如果大家都感染的话 当然长得就没有那么快了 所以就是大部分都会痊愈 那个就是灰色的这个部分 所以加起来就是最重要的这个SIR模型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开始教你什么是R值 R大于1的时候会长 R小于1的时候就不会长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会开始去控制他 就是平均潜伏期跟康复期 大概多少的时候 他会帮你把R值算出来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开始说intervention 就是说第一个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的话 很快医院的负荷量就会超标 那如果想要做到群体免疫的话 其实医院的体系早就崩溃了 所以英国一开始本来想要采取这个模型 但是后来发现他没有办法采取这个模型 因为他的这个医院就 他的称赞量是非常有限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如果几个月的封锁 reset这件事情的话 那会怎么样子 那再接下来就是口罩的作用啊 或者是contact tracing啊 然后那这边就开始讲说 其实上最有用的方法 就是做台湾跟韩国做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者加上去的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写的 那就是在就是一个人发生症状的时候 回溯找到他之前结束过谁 然后把这些人都就是居家隔离起来等等 那所以到最后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模拟的场合 让你可以去把就是全部的事情 就是包含你做多少 我们的社交距离 你隔离病例的程度 隔离接触者的程度 戴口罩的人数 夏天的热度等等全部都算进去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这个流行冰区演化模型 大概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他的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他去跟一个领域的专家合作 把那个领域的东西传播到隔离 让这个新发现的事情 能够让大家所了解 然后呢他有一个专门的 叫做Patreon的一个网站 P-A-T-R-E-O-N Patreon 这个也像我们泽泽啦 是一种这个群众母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在上面 虽然他所有的创作出来的东西 都是抛弃著作财产群 任何人都可以翻译 所以才有人刚刚那个抢着翻译的这个情况 但是你就可以这个每个月 给他这个一块两块或者五块美金 那你能够换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比别人早24小时 玩到他做的游戏 然后你的名字会出现在游戏的制作的 那个团队里面 然后以及你游戏里面的人物 会从你的名字产生出一个人物 然后进入变成一个游戏的角色 那他一直创作这个东西 就累积一二月多人 所以现在已经就是固定有1300多个人 每个月会给他这个 大概相当于新台币12万左右的钱 让他能够去 就是专心创作这个游戏 也不用去管什么著作权 什么事情 他一创作就抛弃掉著作权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模式 就是说如果他在做的这个题目 没有足够多的人觉得有兴趣 那这样子其实 这些人会告诉他 会说那你不要做这个题目 但如果他做题目大家有兴趣 像刚刚对于心理学传播学 或者现在对流行病学的贡献的话 也就会涌入一批人 愿意继续每个月付他钱 让他去创作这样子的游戏 那这样的话 不但他自己得以温饱 而且他在每次创作的时候 他都累积更多的credit 而且就会有人帮他去翻译钱 像刚刚大家看到十几国语言 他在全世界身上都是一个 蛮知名的一个人物 所以这里面结合了群众募资 然后重包 就是大家给出他的概念 然后帮他写成游戏 然后视剧化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叫做 Data Journalism 就是运用资料来做 就说故事等等的这些专业 那这些专业加在一起 其实就是一股很强的 一个社会创新的力量 有问朋友们 问说很多人认为 以后会被AI取代 想听听看我的想法 对我来讲 AI就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 那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跟人类助理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像我自己的时间的安排 很多都是交给我的助理 那但是我对我的助理 大概就是两个要求 一个是说 他在安排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考虑到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以他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什么别人的利益 而是以我这个 就是社会创新的这个价值 作为主要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 就是他的动机 跟我动机必须要是一致的 那第二个是 他如果做了某些安排 我觉得不妥的话 那我会跟他说 我觉得不妥 我觉得为什么 但是他也可以有他的主张 那他就要给的出交代 就是叫做accountable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两个 就是第一个是 他的价值跟业价值要一致 第二个是 当看起来好像不一致的时候 他讲得出为什么 这个是人类对于 人类助理的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的助理 这个整天飙车开 就是时速200公里 而且不告诉你为什么 而且莫名其妙就撞死人 那这样子的话 你大概就是早就会解聘他 所以就是说 这重点并不是说 这个自驾车 或其他的AI技术 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方便 而是说 他在这个带来多少方便的过程里面 他有多少是符合我们人 这是人类社会这边的 道德常规 然后他如果看起来不符合的话 给别人交代 那就像刚刚那个自驾车的例子 其实同一个马上医工学院的团队 在台湾就经过花石附近 我的那个办公室 做实验的时候 他们事实上有做一个线上的模拟 就是说这个车子 他这个如果要让不同的人的话 那他要优先让谁 这样子 那在台湾我们经过很多次模拟实验之后 他们这个paper应该发到那一圈去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 要先让长辈 因为可能这个长辈他的行动的速度比较慢啊 等等 就是尽老尊贤嘛 总之要先让长辈了 然后呢 接下来是可能是轮椅啊 或者是其他身心障碍的朋友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怀孕的妇女 那最后才是小孩子 那就老弱妇孕啊 刚好这个顺序 那日本也是这个顺序 但是他们在一开始 就是马上医工学院 他们周边就是波士顿 做完全一样的实验 那那个结果就是相反 就是要先让小孩子 然后长辈随便啦 所以就是说 每个地方的社会 这个常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那个地方的东西 拿来这边 就是你在那边训练的AI 拿来这边上路 那看起来就变成一个 非常离经叛道的一个行为 那其实在那边 是符合那边的社会常规的 所以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说 它有一段沙盒实验期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要重新训练这个AI 让它能够适应 我们这边的社会常规 然后才能够对这个社会 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是我对AI的看法 那当然就是 它对我们有辅助的作用部分 我们就很愿意让它取代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专注在那些 有创造力的需要跟人互动的 好比像说教学啊 学习啊 这个文化 艺术啊 等等的这些工作上面 那所以工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像是 你是一个老师 你也有一些 觉得很荣的部分 好比像说 就是帮选择提 打分数之类 那这些东西 当然就可以去给AI做到 但是去关系学生 学习状态 然后去跟学生互动等等 那这一部分当然是 AI没有办法去取代的 那三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台湾的文化发展的 这个优势跟劣势是什么 那我想台湾有个优势 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 不同看同一件事情的方法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新的社会 创新出现的时候 就会有人从环境面去 倡议它 从社会面去倡议它 从经济面去倡议它 而同样是从经济面 那又有这个会倡议说 应该是让公民社会 民主的来使用资料跟经济 等等的这一种 比较接近这个欧洲的 这样一种想法 那还是有朋友会倡议说 应该是政府什么都懂 那政府帮人民决定一切的 就是跟PRC那边 比较像的一个想法 又或者是说觉得市场 应该要去领一切 跟这个美国那边 比较像的想法 那这些思潮在台湾 都不乏人 所以我的比喻来讲 就是好像我们这个 欧陆板块 跟欧亚陆板块 跟这个菲律宾海板块 就不断的冲击 那冲击就会发生地震 那地震 大家防震结构 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就是就算是有 很大的冲突 还没有公投啊什么 那但是那个每次撞完之后 玉山又往上涨高 事实上玉山每年涨高三公分 所以就是说 我们会不断的在一个 比较就是冲突之后 又和解的这个过程里面 去看事情 所以好比像说像 我们就是既然讲到公投了 我们就 今年现在也满周年了嘛 就是我们发明了一个 也是社会创新 叫做结婚不结因 这个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婚姻平权 它我们去看民法里面 就是跟权力跟义务有关的 跟两个个体有关的部分 然后透过一部超连接的法案 把这个东西都合法化 但是呢 我们去看民法里面 所有关于殷勤 就是两个家族中间的这个部分 这些部分呢 这个超连接都没有连过去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婚跟殷这两个概念 等于是完全分开了 那我们去保护大家的这个权利跟义务的 这一部分 就是属于行政行为的部分 但属于家族仪式的部分 我们完全没有动它 而且也完全就是尊重很多仗备的这个意见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好像是 就是互相冲突而一定会地震的东西 就迎刃而解 就变成就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有些看起来 好像会比我们先通过的 好像要泰国啊等等的地方 反而都没有台湾这么顺利 而且现在不管泰国啊 日本啊等等这些地方 都发现台湾这个模式 好像是就是充满东亚特色的婚姻平权模式 那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来跟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不怕炒 但是炒的过程里面还是找到共同的价值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那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劣势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内部这样子讨论 炒这个炒树公式 实在太有趣了 所以就比较少的时间去关心国际的朋友们 正在关心什么 所以好比像说 像就是温时气体减量 那就是气候变迁的规划 那世界上其实都 尤其是这个以岛为主的这个国家 都已经非常的就是如火如荼的在关心了 但是因为可能台湾本岛实在太大了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不关心的话 可能是我们的曾孙这一辈会很惨 但是对台平洋其他岛国 也他们不关心的话 是到他们的小孩那一辈 就已经会很惨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面积大小不一样 所以大家关心的事情也不同 但是也很高兴说就是这次 因为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台湾对太平洋各岛国 或者甚至全世界吧 都有输出我们的台湾模式 所以无形之中也让我们跟 跟全世界一起解决世界性的问题 开始变得比较自信 就是WHA进不去那没关系 我们WHA之前几天 就自己办了十四国论坛 所以就说这种小型多变关系 开始变成台湾能够操作的一个 国际上面一个强项 所以我们以前这种 就是因为国际上面的这个参与跟支持 可能比较弱的这个劣势 慢慢的就变我们这种 台湾can't help and 台湾is helping 就是台湾能帮忙 台湾正在帮忙的这个文化 就是克服了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那社会创新的另外一面 是怎么样子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创新的另外一面 就是持守嘛 就是conservativism 就是有些东西不应该创新 有些东西不应该改变 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是以所谓进步 作为价值 而去忘记到说 在我们这边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文化 可能有二十几种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都是我们的固有族群 固有语言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很容易追求一个线性的进步 但是去牺牲掉其他的价值 所以社会创新跟产业创新 有点像是飞机的两翼吧 就是说在产业创新这边 当然我们要不断地找出更好 更新的方法来解决就是市场上面的 给我们的一些要求 一些问题 不管我们的制程啊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啊 都要更加精进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社会上 如果大家能够更好地组织起来的话 也许这些问题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也许一开始你就根本不需要去做 好比像说这个减缩啊 或者是等等这些工作 如果你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喝那个饮料就不需要用吸管 或者是说你用吸管设计的时候 就是用一种可自然分解的或者是零碳 或甚至负碳的方法在生产的话 那一开始也没有后端的产生的那些问题 那像现在就连那个球鞋嘛 爱迪达都开始有订阅球鞋的服务 就是说你只要就是固定跟他订一双鞋 那这双鞋你穿了如果不合脚 你想换一个颜色换一个花式 或随便怎么样 那他你就把它寄回去 寄回去之后他就把它融掉重新成型 然后再寄回来给你 那所以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卖产品的时候 就会有前端的这个经济发展 那造成后端的可能过度的这个消费 或者废弃 或者是难以回收等等这些问题 但如果慢慢他就变成是 我们是持续的伙伴关系 而且整个社会一起来想说 那怎么样子的人体工序 怎么样更适合的话 那随时他就可以用一种maker 就是创客的精神 就你不喜欢这双鞋 那我融掉再弄一个给你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产生的环境或社会额外的负担 所以如果能够往永续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力量去说 那我们要保持事情 完全不动 但是如果他没有往永续的角度去看 可能会牺牲到一部分人的权益的话 那有一些朋友在那边持守 传统的价值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很久以前 就听到长片们说 创业到海外的机会 远比台湾还要大 其他人觉得现在台湾有机会 可以在创业这块 可以跟其他海外国家 有没有相同的竞争力 或者是以上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以前的创业在台湾最大一个困难 就是说 就是创业的这个风险的成本 很多是创业家要自己吸收 比较没有说 整个创业圈一起来帮你吸收的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 台湾在某些特定的产业 好比像说 医药 医疗器材 或者是半导体 跟它的相关的供应链 工具机等等 大概都有一些产业的群落 如果你在这个群落里面 有所贡献的话 那这个聚落 就是这个社群 会帮你吸收掉你的风险 但如果你要创造的东西 跟主流的这些都没有关系 的话 你要做一个独立的游戏制作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要担负大部分的成业的风险 那所以在最近四年多来 我们有很多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好比像说 你可以设立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你只是 就是你的投资人只取得股权 但是不取得投票权 所以意思就是说 创业家还是可以在 前期轮增值里面 去掌握住你的公司 要发展的方向 但是呢 你的股东呢 可以是来帮助你 把这个方向规模扩大化 但是又不会 稀释掉你的股权 或者取得你的控制权 甚至像在这个 最近这几个月 国发基金就采取了这个方法 就是说 你只要是一个新创的公司 然后你需要额外的资金 那你就会发特别股 那发特别股 完全没有投票权 国发基金也不会投票 意思是你不会变股营企业 那但是你就是 如果有赚钱的话 那当然纳税人 也跟着赚一点 有点像是 可转换公司债这种概念 但你如果赔钱的话 那你不用 你没有欠债 这样子 那所以 就是透过这样子 一种很弹性的投资管道 我们就可以吸引到很多 那种 我们叫做风险投资的 这些朋友们 那愿意 就是有风险投资的朋友们 他看的就是说 你对整个产业 就算你失败了 你的失败过程是公开的 你让整个产业 都有学到新的东西 那所以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Google 或者微软 Facebook Amazon 这个反正那些 矽谷的一些大的 这个创业的生态圈 都把台湾当作 他们最大的 就是AI的 或研发的 或者等等 这些相关的东西 然后也开始 花很多的力气 去培植在旁边 这个生态系 所以当你在做的事情 跟数位有关 跟文化创业有关 等等的话 在最近四年 应该可以感觉到说 这个创业的气氛 开始变得比较容易 而且最重要就是 如果失败的话 就是你不需要 付大部分的风险 你可以再试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有些 客观的数据屏蔽 比如我们是什么 全世界四大创新股 已经连续两年了 等等 那但是就是看你的 那个行业的不同 如果你能够达到 就是更多的社会的效益 包含说解决 刚刚讲的 循环经济的问题 或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想在台湾中业 目前是非常好的时机 那如果你在做的题目 就比较冷门的话 也欢迎你到 任安路三段 就是9号来跟我聊一聊 我们尽量帮你找一些 就是想对应的伙伴 有朋友们想问说 像说唐富人 为什么工作在以后 社会最有发展的空间 对于未来觉得迷茫 会怎么样子调试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就是在 未来发展空间最大的 就是你能够跟跨领域的 跨世代的 跨文化的人互动 然后去找出 他们的跟你的 共同价值的 这样子一种能力 那这种能力 其实就是 有些是内在的 就是像同理心 那有一些是外在的 像刚刚讲到 很多互动的 沟通技巧等等 那这样子的能力 因为是 每个人的个人经验 人生经验不同 就会有不一样 所以这有点是 接近艺术的这个范围 所以就不是AI能够学习 也不是AI能够取代的 因为AI它的成长经验 跟人类真的就是不一样 那随着就是一个工作 他比方说 刚刚讲了老师的工作 但是就算是 看起来这个 比较机械化的工作 比方说 我这样举一个例子 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的 简陋员的工作 它里面也可以分成 机械化的部分 跟有创意的部分 机械化的部分 就是它带着 像听诊器这样的东西 去听水管 然后听哪些地方有漏水 如果没有漏水 它就再去听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在新北市 像基隆小区等等 从一个地方漏水 到它被这些简陋员听到 会平均花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中间就损失了 很多水资源 那但是 就是年轻人不是很愿意 讲这个工作 就算所得还蛮高的 但是是很无聊的一个工作 你大部分时间 都在听没有漏水的水管 对那只要少数的时间 你听到有漏水 你才开始发挥创造力 当然老师傅才会教你说 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我们每一年 办的总统培育教室里面 就提出一个提案 那后来就是政大的一些研究生 还有自测会啊等等 HTC啊的朋友 帮忙他们做了一个对话机器人 所以师傅一醒来 那这个LINE的机器人就告诉他说 师傅最近这三个店 最有可能漏水 那他是透过血压 水流量 用水量 这个可能这个人口的经济活动 等等啊 全部都参考在里面去 那大概六七成寸 那所以呢 他跑这三个地方 一定有一个地方漏水 那这个时候呢 等于他冗的部分 由AI去取代了 但是呢 他有创造力的部分 就怎么解决的部分 这个你要考虑到那边的地质啊 地形啊 等等这些部分 这个是很需要创造力的 那这样年轻人就比较愿意加入 因为他每天都有 去的问题可以解决 他不会很冗的 一整天停下来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他们就得了这个 总统培育克松的 这个卓越团队的奖杯 这个奖杯就是 底下有一个投影机 那你只要一打开 就是没有奖金啊 那但是这个投影机 脚一打开 就会投影出总统 颁奖给你的画面 所以这是一个 自我指涉的奖杯 这对社会上 现实很有帮助 就是每一次 只要有团队提出 这个有点离经叛道的 或甚至可能 违反法律的 然后比方要 跟他们同一届 有一个队伍 叫做零时差队 就是零时差队 没有时差的队伍 不是零时差队 就是零时差队 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让林一道 像当时蓝宇啊 等等 就是他们有一次 就是晚上有直升机嘛 然后他们要把病人 这个伤患送到台湾本岛 那直升机有发生意外 这可能还有人记得 那所以当时那个护理师 就告诉这个 他们的团队说 我们来试试看说 我们是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我们每次发生 这种众生家属 在那边说 一定要后送到本岛 一定要叫直升机来的时候 我们先连线到派直升机的 就是应该是杨明 然后跟那个专科的医师 我们三方视讯连线 给这个家属看 然后看这个护理师 在远端的两位大医师的指导之下 能不能先在当地就处理好 这样子一个重症 或者一个伤患 那所以在地的医师 或在地的护理师 其实他们也很想要有学习的空间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全部都后送出去 那就像刚刚那个简陋人一样 就是他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做很乳定的工作 就是一有发生事情 就后送到本岛 那这样的话 他自己在学术上 在医术上面也不会有所进步 那所以他这个医学中心 支援其满 他也不会在这边 继续待下去 他就回本岛了 那所以他们也是想要 增加自己的这个成就感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拿到总统杯 黑客宗这个奖杯 对他们就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建立了出的 这个资料的协作关系 就是在各地 都可以去生根法亚 但他先从兰语开始 试的这个协作关系 其实里面有好几个部分 是违法的 第一个护理师 只有在医师在旁边的情况下 才能做处置 护理师在远端的医师 在旁边的情况下 做医疗处置是违法的 在当时 然后还有很多内归 何必像说 当时你必须要家属亲自签名 给那个医师看到 才能够调他在本岛的病例资料 但是如果家属能够做直升期 过去签名的话 那个以后送都已经送到了 对 那所以他必须要用电子的方式 可能插健保 等等来告诉对方 所以里面其实需要松绑 大概六七个反馈 面临跟一个法律 就是具体调那个法律 但是因为他们也得了 就是前五名 所以当这个卫福部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有名的那位 这个长官 知道说要修这个法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就是觉得说 这个预算不足啊或怎么样 因为就是那个团队就只要 那个护理师只要把 他的那个投影机一打开 总统就出现 就是像一个神主牌 那我们的这个陈世忠部长 就马上调动他有的资源 那一方面是说服立法委员 现在这个通过 远去医疗是OK的 那二方面是说他还加码 就是不是只是礼道 而是全台湾一百多个 包含原住民族的地方等等 只要后送困难的地方 都建立这种三方会证的 这样子一种平台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就是大家手上的资料越准确 就是从家属的角度来看 他看这个诊断 看这个会诊 越准确 他就越不会慌 他越不会慌 他就越愿意信任 他当地的护理师跟医生 那当地的这些家医 或者护理人员越受信任 他就越容易留在那边 然后去继续经经他的医术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我们的就是长照啊 或者对于我们的在地的 这个在地老化等等 这些都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就是说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工作 大概都是所谓植物流程再设计的工作 就是你去看一个吸烟而不查的这个工作 不管是护理师的工作 医师的工作 简陋员的工作等等 然后去找到里面让人没有成就感的部分 然后想办法运用AI的技术 把那一部分自动化掉 然后这样人跟人之间就可以花更多时间 再累积彼此的信任 所以这个是未来绝对不会这个实业的一个工作 所以如果你能够持续的这样子做 那当然第二件事情就是 未来如果觉得迷茫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对未来觉得迷茫的话呢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找到 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容许发展目标 等某项目标跟你 你看起来觉得最契合的 然后你就直接去加入那个团队 所以我们总统 迷茫从这个前二四强快要出来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花一点力气去加入那个团队 就是说当你还不确定要往什么方向发展的时候 至少你知道有一些朋友正在做 对全世界的朋友都认为是很重要的 那是七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你加入了一阵子之后 不管是你当志工啊 或者是你当这个团队的一个见习顾问 就是你试用了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到底就是不好在哪里啊 那慢慢的你就可以开始累积出 自己判断的一些原则 所以我们每年其实都会招募三十位见习生 不过今年的已经截止报名了 明年清早啊 那我们这些见习生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所有看不顺眼的公共部门的服务 就是弄成比较棒 然后就是去了解使用者 做医用性研究 找出问题 重新设计 初步远行测试 所以这很适合 就是你觉得迷茫 因为你不但你觉得迷茫 用这些公共服务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迷茫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去访问那些 觉得最迷茫的人 然后说这个到底可以怎么样做的比较好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像 本来这个如果你不是登山的老手的话 你在台湾爬一座山 那你就要有些是抽签字制嘛 就山屋嘛 然后有些是排队制啊 有些要到内政部登记啊 有些要到林务局啊 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容 那所以他们就 就是完全先不管技术可行性 然后就把这个非常困难 这个看起来也很奇怪的 这样子一个网站 变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啊 你一进去就是好几座山的 然后你只要就是点 你要爬到那座山 然后他就自动把你这个过程里面 他不要起来煮风 过程里面 这个你要这个下黑水塘的营地啊 南风啊 月行池啊 等等他的这个床位啊 这个营位啊 承载量啊 什么东西 全部都帮你这样子列出来 那你就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按一个键 它好像旅行车带定机票一样 帮你把中间的每一项东西都做好 那这个就是一些 就是觉得 就是政府网站难用的朋友们 来告诉我们这些设计师们 那这些设计师们 就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系统 那我们就运用服务设计的这个概念 去说服各个单位 去说你的后台只要整合在一起 前台就可以提供 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但是本来的网站也都不用拆掉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设计师等于就是 去把他自己本来看不懂的这个迷茫 化作一个改善的动力啊 那所以我们不管是登山的整合啊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什么 专利电子申请系统啊 今年的缴税服务也是啊 就是设计师问说 那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拿个健保卡 然后去便利商店查卡 我如果缴的税额低于两万元 我直接在便利商店就服了 我完全不用去报过税去 因为今年的一个主要重点是 大家不要群聚嘛 不要这个挤在一起 所以便利商店很多啊 就是一万多家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在便利商店 查个健保卡 然后你就缴税完毕了 或者如果你要缴税高过两万元 那他会给你的那个户号 跟这个查询码嘛 你就key到你的手机里面 按几个键就报完税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顺利地解决群聚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当然以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去年以前 财神部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去想要怎么样避免群聚 在今年的新的状况一来 我们去年的这些就是 介习生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马上就派上用场 所以我具体也建议就是说 如果大家对未来觉得迷茫的话 就找一群也觉得很迷茫的人 然后去看 大家都在使用的一个公共服务 或者是一个公共的政策 然后去找到 里面让它大惑不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然后试着用那个就是服务设计 用雏形的这个prototype的思考 去做这个大家都觉得 感觉上比较有道理的做法 那也很欢迎就是透过 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 来告诉我们可以做的 怎么样子更好 好那我的助理提醒我说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到 全部的问题 所以我就先这样子 那大家不至少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也很欢迎大家再把这个变成 未来大家自己 就是不管开读书会啊 聊天啊等等这个对象 那也希望说这个学校老师 也可以了解到手机 也可以当做教具 不一定每一堂课都要收回去 就这样谢谢